提心观世间情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爱吃烤肉的阿玲 阿玲是一位建筑师 她最大的爱好便是吃烤肉 几乎每个周末都会约朋友一起吃烧烤 真是太香了 老板,再给我们烤十串羊肉 好的,没问题 阿玲,你点这么多的烧烤串能吃得完吗 你还不了解阿玲吗 她最喜欢吃烤肉了 有多少她都能吃完的 这么香的烤肉谁不愿意吃啊 难道你们认为这里烤肉不好吃吗 这里烤肉的味道的确不错 不过要说最好吃的烤肉 那得是从线仔纱的羊身上割下来的 那味道和口感才是最棒的 哦,是真的吗 当然了,以前我有个朋友叫大鹏 他也非常喜欢吃烤肉 经常叫我们去野外进行烧烤 每次他都会买一只小羊带着 然后现场宰杀进行烧烤 真的啊 什么时候介绍我认识认识这位朋友啊 下次我也参加你们的野外烧烤聚会 哎,别提了,去年大鹏出了车祸 他已经有一年多没邀我们去野外烧烤了 是吗,那他现在情况是怎么样了 不知道啊,我也好久没联系他了 那我们抽空去看看他呗,正好介绍我俩认识一下 好的,改天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几天后,阿灵的朋友便带着阿灵去探望大鹏 然而大鹏却早已经不再吃烧烤了 大鹏,你不会是开玩笑吧 自从那次吃货以后,你就真的不吃烤肉了 不只是烤肉 我现在什么肉也都不吃了 只吃素 这是为什么呀,我也非常喜欢吃烤肉 别说让我以后不吃肉 只要让我一星期不吃烤肉 我都会觉得无法忍受浑身不对劲的 过去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不吃烤肉 可是自从经历了那场车祸后 我就相信我姐的话是对的 你姐,就是你那个学佛的姐姐吗 没错,就是她,你还记得吗 过去我们出去烧烤的时候 我姐姐总是百般阻挠 没错,她总是说什么 我们这样为了贪图口腹之欲而杀生 是要遭报应的 是啊,尤其是我 为了追求烤肉的口感和味道 每次我们出去烧烤的时候 我总会购买一只活羊 然后现杀现烤 不过说真的,现杀现烤的肉口感和味道 那就是不一样 我从小就酷爱吃烤肉 但是却一直没有机会品尝一下现杀现烤的羊肉 原以为能和你一起品尝到这种美味 但没想到你竟然开始吃素了 我劝你也不要再吃肉了 否则你会像我一样遭到果报 大鹏,你为什么会认为那次车祸是果报呢 那一次我和几个同伴去野外烧烤时 不止带了一只活羊 还带了一些活虾 为了追求最好的口感 我用铁签直接从活虾的身体穿过 然后进行烧烤 哎呀,这些虾怎么都是活的啊 当然要是活的呀 这样吃才会是最好吃的 活生生的虾被穿过铁签 然后再放到火上烤 这真是太残忍了 我就说 你不应该来参加大鹏的野外烧烤聚会吗 一会儿杀羊的时候 你会觉得更残忍的 那只小羊真是可怜 我看还是不要杀它了吧 你不会也像我姐那样学佛了吧 要不怎么也变成了这样菩萨心肠了 我并不信佛 只是看它可怜而已 这样吧 这只羊你就卖给我好了 别杀它了 嘿,你就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了 我好不容易买来的羊 怎么能卖掉呢 就是嘛 这样的话下次不带你来了 你应该跟着大鹏的姐姐去学佛才对 我看真正应该去学佛的 应该是大鹏你呀 你这样残忍杀戮会遭报应的 那次烧烤聚会结束后 我便驾驶着车子回家 然而 当我开到一处偏僻的路段时 突然看到路上出现几只羊 哎呀 好痛啊 我的腿好痛啊 糟糕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这是怎么回事 糟糕 失火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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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救我呀 幸运的是 很快便有人发现了我 并将我从车里救了出来 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 那时的痛苦和绝望 我就像是被穿在铁牵上的那些虾一样 等待着被火烧死烤熟 当时你看到的路上的那些羊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我姐说那时被我杀掉那些羊的冤魂 在向我索命 而且这次我之所以能活下来 多亏了我姐 这些年她一直在佛前替我赎罪忏悔 而且就在我出事的时候 她似乎在冥冥中感觉到了什么 于是在佛前许愿 一定会让我痛改前非 希望菩萨给我个机会 所以你从那以后就开始吃素学佛了 是的 没错 之后我就连一口肉都没吃了 然而 大鹏的故事并没有让阿灵放弃吃烤肉的嗜好 而且她也开始买来烧烤炉 自己进行烧烤 这几天的进度真快啊 阿灵 按照现在的进度 三个月就可以竣工了吧 是啊 最近我们因为这个工程忙得焦头烂额 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我们明天来一次烧烤聚会怎么样 好啊好啊 阿灵 你烤肉的手艺非常棒 上一次我都没吃过瘾呢 这一次我会让你们吃一顿更美味的烤肉 我决定啊 去买一只活羊 到时候我们现杀现烤 太好了 我真的非常期待明天的烧烤羊肉 阿灵 你怎么也学着跟大鹏一样了 难道你忘记他遭到的报应吗 怎么 你还真相信大鹏那是遭到报应吗 我觉得那只不过是个巧合罢了 还是现杀现烤的羊肉 美味啊 阿灵 你说的没错 这种烤肉 口感和味道都非常棒 我们下次出来聚会的时候 还要买一只羊带着 我现在杀羊的技术是越来越好了 简直可以当屠夫了 阿灵 等这个工程完工后 我们再来一次烤全羊怎么样 嗯 没问题的 你怎么不吃烤羊肉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我看到你杀完这只羊后 胃就开始痛了 一口羊肉也吃不下去 这是你没口福 你不吃啊 那我们就全都吃了 杀生是严重的罪业 绝不会因为你不懂佛法而不遭报应 阿灵他已经从大鹏身上得知了果报的厉害 但他却丝毫不幸 很快果报便降临到了他身上 在一次去工地视察的时候 他一脚踩空 直接从三楼上跌落下来 医生 阿灵他怎么样了 怎么一直都没有醒过来啊 他生命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身上固扯的地方太多了 不过 我们已经为他进行了手术 他很快就会醒来的 这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动不了了 啊 羊 你身上的骨头断了那么多 怎么可能动得了呢 我的骨头断了 哎呀 我想起来了 我好像是从楼上掉下来的 没错 你半点慈悲之心都没有 杀生当糟糍果报 铁牵穿鸡的痛苦你慢慢品尝吧 啊 不要 好痛啊 阿灵 你感觉怎么样了 啊 好痛啊 我的身体怎么这么痛啊 你身上打了那么多钢钉 能不痛吗 啊 铁牵穿鸡的痛苦你慢慢品尝吧 难道真的有果报吗 不 这只是个巧合 只是巧合罢了 即便如此 阿灵依旧不觉得自己做的有什么错 然而没多久 他又梦到了那只讨债的羊 阿灵啊 阿灵 你的罪业太深 必须要偿还 曾经你让我铁牵穿鸡 现在你感受到了这种痛苦吧 可即便如此你还不醒悟 那你再尝尝挨刀的滋味吧 挨刀的滋味 这是什么意思啊 阿灵 前几天你不是觉得没有胃口 吃什么都想吐吗 今天啊 检查结果出来了 是肠阻塞 啊 医生 那该怎么办啊 我们已经准备为你进行手术了 可即便如此你还不醒悟 那你再尝尝挨刀的滋味吧 唉 报应啊 真是报应啊 阿灵所受的苦难 正是他的恶业所致 明白了这一切的他 于是决定痛改前妃 并且也开始吃素学佛 放生护生 正可谓假使经百节 所作夜不亡 因缘惠玉时 果报还自受 跳火圈的老虎 亚瑟是一只三岁的年轻老虎 他聪明伶俐 到马戏团只有半年多 就学会了高台跳跃 走敲敲板 非常的受到观众的欢迎 比尔 亚瑟真是太聪明了 不管什么表演 他一学就会 是啊 所以我想让他学习表演跳火圈 啊 这个会不会太难了点 要知道野兽天生都怕火 想要让老虎从火圈中跳过去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据说十只老虎里 最多也只有一只能胜任这个表演 没错 所以这个表演才会非常受欢迎 要知道很多有名的马戏团 都有这个节目 如果亚瑟也能表演跳火圈的话 那一定会大大提高我们的售票率的 好吧 就让亚瑟试试吧 或许他真的能成为我们马戏团的大明星呢 训练动物一般都采用食物引诱法 在饥饿的催逼下 动物会变得十分听话 为了训练这只老虎 训练员把它关在笼子里 饿了整整一天 老板 亚瑟已经饿了一天了 如果他想吃到自己最喜欢的食物 那就只能克服对火的恐惧 从这里跳过去 看完 亚瑟那么聪明 他一定能办到的 会不会跳火圈和聪明没什么关系 这是要靠胆量的 老虎难道还有胆小的吗 当然有啊 就像我们有的人会有聚高症 老虎也不是每只都胆大包天 如果亚瑟会怕火的话 那他就永远无法完成这个节目 不管怎么样 试试看就知道了 嗯 好的 亚瑟 是不是饿扁了 赶快去吃吧 多美味的食物啊 快去吃吧 亚瑟 跳过去 从那里跳过去你就能吃到食物了 快跳过去啊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熏肉圆类的筋疲力尽 可是老虎亚瑟却仍不敢跳过燃烧的火圈 凯文 怎么样了 亚瑟还是不敢跳嘛 唉 别提了 那块食物放了整整一天都变直了 但是这个家伙宁可饿的趴在地上 也不敢从火圈中钻过去 怎么会这样啊 又没有其他方法呢 我看是没希望了 亚瑟他看到了火 就像是见了鬼似的 我想他是没办法克服对火的恐惧 这个节目看来是难产了 难道就这样放弃了 比尔 要不我们把动物园的马西请来帮帮忙 或许会起点作用 对哦 我怎么没想到 亚瑟是马西一手养大的 他俩的感情非常好 或许马西和我配合训练的话 亚瑟真的有可能完成这个表演 是呀 很多训兽师和饲养员一起训练动物 都达到非常好的训练效果 所以我才有这个想法 嗯 那我马上去把马西找来 然而马西已经不在私人动物园工作了 马西团老板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找到他 当老虎亚瑟一见到马西 立刻亲热的不得了 乖的就像一只大猫 亚瑟好久不见你长这么大了 已经变成年轻小伙子了 这真像一对母子啊 是啊 真没想到他俩的感情这么深 看样子亚瑟应该能够跳过火圈了吧 让我们来试试吧 亚瑟过来啊 到我这里来 亚瑟我的宝贝 为了我你就跳一次嘛 唉 看来他是真的没法表演这个节目了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等等 我想到个方法也许能让亚瑟跳过火圈 哦 什么方法 我哭的话说不定他会跳过火圈到我身边来 啊 为什么呢 这事还得从我在动物园工作时说起 我的丈夫好赌 又是个酒鬼 他经常喝醉了以后来找我要钱去赌博 快把钱给我 我哪里还有钱啊 你又喝酒了 又要去赌博 钱都被你花光了 我的事不要你管 给我钱就好 我没钱 即使有钱也不会给你 哼 你这个女人讨打 咳 险揍 快给我钱 要不然我打死你 家里的钱都被你毒光了 你就算打死我也没有钱 那我今天就打死你好了 啊 呀 这 这老虎疯了 危险 还是快跑得好 为了保护我 亚瑟他撞得浑身是伤 我真没想到他竟然会这样不顾一切地撞击这铁笼 哪怕自己已经被铁丝割得伤痕累累 这么说你哭的话 亚瑟也许会不顾一切地跳过火圈 嗯 我才有可能吧 好 那就试试看再说吧 马西的哭声一紧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亚瑟原本是懒洋洋地侧身躺在通道的另一头 可当他听到哭声后 便快速地翻身起来 然后瞪着一双大眼睛朝马西那里看去 哇 他真的跳过去了 太棒了 我们就这样训练他 亚瑟会成为我们马西团最优秀的动物明星的 只要一听到马西的哭声 老虎亚瑟便会勇敢地跳过火圈 因此马西团老板决定在舞台上搭建一个屏风 表演这个节目的时候 让马西躲在屏风后面哭 我决定今天正是由马西和老虎配合表演跳火圈 唉 不过马西团的成本又要增加了 不就是找个人哭吗 干嘛非得花钱让他来哭 马西团内人多着呢 随便找个人来哭不就得了 对呀 我们有那么多女演员 让他们来哭就行了 这样还能省下一个人的薪水呢 这样行得通吗 怎么会行不通 不过是哭起声嘛 谁哭不是哭啊 找几个人来试一下 只要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那就让马西走 我们也不必花那冤枉钱了 就这样 马西团老板找来了几个女演员 然后让他们躲在屏风后面 呜呜地哭了起来 大声哭 再哭大声一点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真的只有马西的哭声才对她有作用 我看老虎听得出来 她们都是假哭 所以才会没有反应 嗯 有可能 你们不要假哭 要真哭 哭出感情来 想想你们遇过的伤心事 对 就是这样 哭出感情来 女演员们哭得T4纵横 淒淒惨惨 可是亚瑟却仍无动于衷 她躺在地上伸了个懒腰 竟然打起了瞌睡来 哎 停止了 不用说了 看来你们的哭声无法让她跳过火圈 算了 还是让马西来试试吧 我这就去把她请来 好吧 看来只有马西的哭声才能让她跳过火圈 从今天开始 马西就是我们团里正式的一员了 就这样 马西成为了马西团里领薪水的正式员工 虽然她的工作只是哭几声 但比起老虎跳火圈这个表演节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马西团还是很划算的 而且听到哭声就会跳火圈的老虎 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对于马西团老虎的这一独特行为 我们来采访一下资深的动物行为学家杰克森博士 对于动物来讲 一旦形成某种行为模式和行为特征 终其一生都不会改变 马西曾经伤心的哭声 已深深镌刻在老虎的脑子里 并在其大脑皮层中 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病造的敏感点 一旦触动这个敏感点 她的行为机制就会产生连锁反应 然而 马西对于这件事情 却有她自己不同的想法 亚瑟他是只体贴人心的老虎 他知道我孤身一人生活辛苦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报答我对他的照顾之情 要知道 自从离开动物园后 我就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不过多亏了我有一个老虎儿子 现在我的生活过得好多了 谢谢你 亚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物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夺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骗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博账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明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智业花莲分会 三月共修法训 三月五日周日下午1点30分 礼拜八十八佛鸿鸿鸣饱灿 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五日 周六下午1点30分 恭送地藏菩萨本月经 点灯供水药供祭甘露诗时 恭请常驻法师主法领众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成征义工 联络电话06-271-6616 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佛医教经中 入灭前的佛陀三问弟子 如等若于苦等四地 有所遗者 可及问之 无得怀疑 不求绝业 因应期盼弟子 能彻底了知四地的真实含义 四地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四圣地 苦 及 灭 道 是佛陀从初转法轮开始 到往后四十五年说法的核心教义 在中任书中说 四地是迷雾之本 迷之则六道芬然 物之则有三称贤盛 地 有真实不虚的含义 若能如实之见四地 便入圣者之流 因此成为四圣地 苦 犯指贪称痴烦恼苦 以及生老病死和三恶道的苦 这是苦果 疾是苦疾之因 这是由于不了解因果流转 而造作种种与烦恼相应的行为 因而积极种种业力 灭 是不受烦恼支配 咬断生死的束缚 这是苦灭后的仙境 也是乐果 道 是灭苦的修行之道 该夸而言是以界定慧三无漏学为根本 是属于乐因 知苦断疾 慕灭修道 佛陀先说苦地 将苦果放在前面 是为了让弟子们能知苦而深厌离 发愿不再造作恶法 即涌断疾苦的因 要断离受苦 有断苦的方法 因此又有道地来说明修行的道路 而佛陀先说涅槃极境的灭地 使人生起对乐的向往 进而发起离苦向道的心 苦因之 即因断 灭因阵 道因修 简单来看四圣地 即使解形并重的断苦相乐之道 心里事情 还没想过 心里面 解形并重的 或许可 只能这样 只能实断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